前两天还在台湾见前岳母和一对儿女的汪小飞 最近又被拍到出现在香港 参加一场朋友聚会 九局中 TVB女艺人钟思敏被意外 发现两人的关系也因此了猜测 大女方很快便出面回应 称双方刚刚相识 只是互换了联系方式 而对于未来两人感情的走向 钟思敏没有表达更多 但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显得非常大方 此剧也赢得了不少网友的赞美 甚至还有人之言 汪小飞的审美终于上来了 事实上 有着金城四少之一称呼的汪小飞 前任都还不错 除了刚刚分手网红张音音 张雨起 大S都是顶流女星 那么 名副剑金传的庄思敏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广大网友一瞬间就认可了呢 其实身八之下 除了八亿身价之外 她的故事也挺精彩的 一 作风大胆 被一座三庄 思敏仪1980年 出生于马来西亚 比汪小飞大一岁 其父庄宝是低调的富商 在女儿出生的第五年 携家镜来港创立了公司 白手新家 庄妈妈也并非普通人 她叫江玉珠 曾是立地电视的一员 舅舅则是香港著名古术指导 江刀海 庄家的家族产业 目前包括珠宝 职业 娱乐 及房地产投资等 是身价超过8亿的大富豪 后来庄宝还被封为拿渡 庄思敏摇身一变 也成了拿渡千金 庄思敏还有一个弟弟 名叫庄顺慎 但此人向来低调 是继承家业的唯一人选 除此之外 她还有一对双胞胎妹妹 都是艺人 但事业显然没有姐姐做得出色 存在感不高 庄思敏读大学时 便开始做兼职模特的工作 而且自生活也活碎身香 巨大刺激爆料 成年后便非常开放活泼 甚至曾经瞒着家人 拍摄过大尺度的写真杖 在感情方面 庄思敏也非常党熟 还曾直言不讳地表示 自己很喜欢刺激的东西 甚至公开了自己19岁时 便和男友体验过车Sam 但对于南风是谁 始终闭口不谈 经过两年的专业模特训练 庄思敏于2000年正式出道 走的也是性感路线 最初 他只是在各大商场 做时装秀或思宜的工作 至于喊着金汤匙的庄思敏 为何会去身来做模特 答案不言不明 其实港全不少富家女 都为了体验生活出来演戏 比如LED等大王黄绿发真女黄文艺 某奶夜品牌创办人之一的 曾孙女少佩师 家里做石油身衣的赵希乐等等 都身价不菲 但庄思敏出道20多年 却并没有大侯大子国 他在2003年因为参演爱情电影 《恋上你的床》顺利出道 随后便因每年一 两部作品的频率出现 由于在第一部作品中的表现 也使得庄思敏日后出演的 基本都是相同的性感 火爆的女性角色 因此也被外界质疑是花瓶 2006年 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结识了男歌手吴浩康 男方后来被媒体评为 世纪渣男 情史一箩筐 出道的20多年里 他先后和胡定心 钟书曼 李昭南 费币家等女艺人都派火拖 且每一段恋情 都以无份衔接的方式结束 庄思敏和吴浩康 在一起五年多 最初两人在一起时 据说男方上位和女性 不定心分手 因此他也曾被外界指责 是小三上位 到了次年 据说庄思敏 还曾收到威胁邮件 对方十分不满 两人之间的恋情 并扬言要去伤害他 有一段时间 他也常常会收到骚扰电话 苦不堪言 2008年 庄思敏在网上爆料 称自己猛次在电梯中 遇到了男友的前任胡定心 还遭到对方的辱骂 称你穿的是我的纠鞋 此事被爆出后 曾引起轩然大波 击方粉丝隔空被骂 最后庄思敏被胡定心的粉丝 在网上围攻 他只好删除了那条爆料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2009年 庄思敏还客唱过大S 和古天乐主演的电影 大妹密探林林狗 两人有过短暂的交集 但当时的大S 已经凭借山菜一角 成为一线女星 且在拍摄大妹密探林林狗的前一年 刚刚凭借电影保持通话 提名金像奖影后 事业可谓如日中天 片中 庄思敏只是客串 出演的角色连名字都没有 当时两人的咖位不可同意而已 也是这一年 和吴浩康在一起 已经交往了三年多的庄思敏 忽然公开表示 自己已经和南方没有回来了 理由是性格不合 二 性感路线 一招逆袭 2010年 大S便因为参加 暗影仙在北京 举办的生日宴 即使了汪小飞 两人一见钟情 四面之后 便登记结婚了 而另一边的庄思敏 则在2011年 和男友吴浩康彻底分手 开始了认真搞事业的阶段 期间 南方似乎还曾经想过不可 却被庄思敏果断的拒绝了 这一年 他先后共有七部作品 先后播出或上映 其中包括和导演王金合作的 其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 《门囊滚死队》 但这部作品 没有另一部话题电影 其爱夜谱的反响剧烈 片中庄思敏 是养了经常通宵跑巴的Draqueline 这部分叶片 在当时掀起了一阵热潮 庄思敏在片中的发挥虽然不大 但人因此对许多观众关注到 随着在作品中突破的尺度越来越大 庄思敏为了更好的全世界色 不仅具整容 还棱过胸 但相比其他艺人变脸之后的遮遮点点 庄思敏却从不隐瞒 他甚至还在采访中大方的公开手术过程 非常洒头随性 因此也获得不少好感 期间 庄思敏又被港媒发现 和富商李泽凯的表弟林中豪 疑似恋爱 南方还被发现 开着自己价值500万的豪车 去接他下班 林中豪的前女友是TVP女星耀璧儿 女方的情史也非常丰富多彩 但庄思敏和林中豪的恋情 并未坚持多久 因为他始终对外宣传 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2013年 他又拿出了六部作品 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水花 同年 庄思敏和导演叶宁珍传出绯闻 被爆出时有消息称 其实他们已经暗中在一起一年多了 南方也确实被拍到 曾到他的豪宅同居 俨然半个男主人 但庄思敏对外人是否认 次年 庄思敏出了一本名叫 《大情大信 讲情讲信》的书籍 在其中刺爆了自己的感情经历 他直言自己曾经有过六段感情史 其中有五段都适合同性 理由是觉得更有安全感 却不想经被劈腿 受到打击之后 庄思敏才开始考虑 亲手男性友人不得不说 这个尺度也是很大了 同一年 他的事业触角开始伸向其他的方向 除了出疏之外 还和朋友和开经纪公司 甚至签了王金的女儿王子韩做艺人 不过庄思敏的演艺事业真正逆袭 是在2017年 他出演了家族斗争剧《唐星分爆3》 在剧中饰演二婿太太亚丽山 这个角色相比之前他拍摄的所有的 以性感、行为等博眼球的角色不同 是真正需要演技去支撑的 剧中的亚丽山一出场就咄咄逼人 大道强势 让观众一秒入戏 非常符合港剧中 精灵且势力过太太的形象 而在这之前 庄思敏还曾在电影《小姐右心》中 以女强人的形象征服观众 一段看到老公出轨之后的哭泣动人心田 庄中表现 使得他在初造15年之后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且成功地甩掉花瓶的标签 三、敢爱敢恨 大爽洒脱庄思敏39岁这一年 终于遇到了理想中的另一半 南方名叫杨炳毅 在台湾开奶茶店 身价同样以一计算 他本人非常看重这段感情 据说两人属于一见钟情 恋爱期间还被媒体拍到去求阴阳 庄思敏每次到台湾工作时 处处想着帮男友宣传奶茶品牌 顺制在空闲的时候 还会出现在电中帮忙打理 俨然依附老板娘的样子 他们只恋爱来了半年 便官宣了结婚 结婚之后 庄思敏一度停下事业 将自己的全部精力 放在经营家庭上 由于南方的事业在台湾 庄思敏也在不得已之下 常常背过去陪伴 据说结婚两年也费了四十多次 这简直和汪小飞当年去找 看大S原来你们的经历 不谋而合 这段婚姻虽然看似美满 但也曾受到网友的嘲笑 庄思敏甚至会为了 维护丈夫和网友互对 还曾发文内喊网友 多少人的关系 变了是因为别人的嘴 用心感受 管好自己的嘴 但婚后的生活 也有许多不如一的地方 比如婆媳关系 据悉 庄思敏曾经透露 自己和婆婆的关系不算太好 甚至在结婚之前 对方就看不惯自己起床晚 还问过他 为什么这晚起床 他直接回答 喜欢睡觉 除此之外 婆婆也不喜欢 和儿媳之间互发短信 觉得只有朋友之间 才这样相处 而家人应该打电话才对 但八亿千金 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依旧我心我素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段婚姻才不到两年 丈夫杨敏毅 已经不愿意迁就自己了 2022年年底 庄思敏忽然被爆出 正在喜议离婚 他依旧如以往一样 赶来赶刚 面对媒体时 也直接承认了 但虽然平时看起来 雷利分行 任性洒脱 这一次的庄思敏提到离婚 也落下眼泪 他直言近一年来 和丈夫不断因为各种事情 发生争吵 令双方都很疲惫 去年下半年 杨敏毅忽然要求他 放下香港和内地的事业 到台湾去生活 庄思敏感觉到了 对方语言的冷漠 直接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你是想离婚吗 他没想到的是 男方居然同意了 随后两人约好于八月 见面谈离婚事宜 杨敏毅却没有出现 随后庄思敏便开刀斩了麻 干脆利落地发表了 离婚声明 结束了这段婚姻 他直言 自己曾经努力维系过 能做的都做的 该挽留的也挽留了 但与其折磨彼此 不如痛快分开 然后就是这一次 庄思敏被拍到 出现在汪小飞身边 引起热议 他也是马上出面回应 称自己是被朋友 约出来吃饭的 之前并不知道他也在 但两人席间有说有笑 看起来相处愉快 之后离开时 也显得意犹未尽 很是投缘 记者问庄思敏和汪小飞之间 是否有机会发展 他也坦然回答 对他印象不俗 他还对我说 自己是单身八点半小节 其实纵观庄思敏的经历 不难发现 他之前的那段婚姻和汪小飞 大S之间的感情故事 居然很为同 因此和汪小飞之间 也会有许多共同语言吧 那么 网友又为什么会觉得 汪小飞遇到庄思敏 是一场审美升级呢 其实 从女方的经历不难看出 这是一个非常洒脱 自信的成熟女性 她的作风大胆 经历丰富 甚至有些突破世俗的底线 但却从不藏着掖着 有一说一 因此很拉好感 在处理感情事时 也几乎从不脱迷带水 敢爱敢恨 难怪网友这样评价张思敏 喜欢和这种人交朋友 不躁躁 或许 她的底气来自 英雾的家境和自信的性格 或许真的挺适合 旅爱旅败的汪小飞呢 你对这段可能要产生的新感情 怎么看呢 这是个人的音乐 因为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